今天是双溪区牡丹里中正社区年后首次共餐 因为武汉肺炎流行 里内不但有守望相助队 来协助老人家做双手的消毒与量测体温 也用酒精做环境清洁 现场也有卫生所来施打流感疫苗 牡丹里民们走路或搭公车来到双溪区中正市民活动中心 来到路口便有里内守望相助队协助指挥交通 大家快一个月不见 都很高兴这次年后再度开办共餐 这是过年后的第一次共餐 出生很荣誉 大家对健康也很重要 感谢我们卫生所来把我们 像今天来做流感的助手 来做众众的防疫先导 让里民过来健康快乐之志 这是要感谢的 也感谢里长 因为是接近上百人的半桌共餐 防疫工作不可少 凉额温与酒精消毒 长辈们都得养成习惯 才能进入活动中心 今天除了有消防局宣导 还有卫生所的流感疫苗施打 大家唱着歌放松着享用里内的影法乐活设备 我们这个乡下很空旷 在这个防疫的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我们每一个人来都有洗手 还有戴口罩 还有蚝蚊腔量温度 还有我们这边的里民 运动方面 他亲做的很多 所以说我们这边里民都很有抵抗力 所以大家身体很好 就这个要感染这个病毒 就比较不整单 肺炎疫情在乡下 似乎没这么需要恐慌 平时做好亲洗手 在好山好水间也能运动增强抵抗力 大家吃的共餐美食 都是在地新鲜生产 借共餐凝聚居民感情 大家共同推广防疫 希望平安度过疫情 记者夏浩文双溪采访报道